给你们说一个难过的消息 明天我要离开鸡马轮了 又是要说分别的时候 这我基本上有的地方都还没有去呢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嘛 要离开这里了 现在我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逛逛离我住的近的周围一些东西吧 这 不知道还有什么 但是每天都能看到 想看到我们去这转一转 我买的是从金马轮到 到槟城的 大巴车 哇 这是这次是第一次买的我觉得好贵啊 这次是40块钱 有可能行程比较远吧 所以 比我之前做的那些都要贵很多 我希望明天坐车不要晕车 不要晕车 一会儿再搞一些晕车药 这个地方应该 上面是一个大酒店 超级漂亮 每天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周围一些景色都都很好看 在马来西亚这边旅游呢 能发现他也是到处会有很多这个小格子 我觉得他考虑这一点挺好 一防止你晒伤 另一方面呢 害怕你 万一下雨的时候没有带伞怎么办 就可以避雨 他很多商铺呢就是专门 留出一些空间来 你可以从哪儿过 刚才后边就给我打招呼 饱满热情回馈人家 这个半山坡上边的景色可以远眺下方 哇 前面就可以看到 前方的景色 上面应该是一个大型的停车场 看到前方了吗 腾云架雾板 到处都是各种花朵 从这儿我今天其实很想拍这里 我觉得这个地方看好像火焰山 别的地方都是绿绿的红红的 只有他这是那种大土黄色 有个地方想问 这个是沟区吗 是不是排水下来的 离远看真的好像火焰山 两棵可爱的圣诞树 拿我去 拿自己家到圣诞去 装饰圣诞节 松树 你好啊 应该不是松树 这个绿色的长得好像虫子 绿绿的 这里应该是金马轮这边最繁华的一条街了 虽然不大 但是应有尽有 这边温度呢又特别像丽江大理 很舒适 我最喜欢的一条街了 这边呢就是刚才我买车票的地方 从这里到槟城 40块钱 大家不用担心工作人员也会说中文 这里边竟然还是双层的 停车位 到了尖马轮市区里边这个 公共公园了 各种都是小花的 黄色的 红色的 大红色的 本来想拍一下这个河水为什么这么脏 黄色的 走了往前边走一走 刚才在这儿还遇到了几个粉丝 但是没来及拍视频 他们可是我 数的视频关注我的 某音上关注我的 特别年轻 这里呢就是一个大京的 超大公园 很多带孩子的 搞对象的都在这儿玩 像我们这种单身狗 就是只适合看看 下面写着2022年9月25号 哇 这一幕真的看到这天好开心 这一幕多和谐啊 小孩在踢球 父母在看着 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景色吗 超多小孩在这儿嘻嘻打闹的 超级的 这边还有两个 七千呢 我打招呼 我觉得在这儿拍得特别好看 我让人家看一下 这一幕真的好漂亮 为什么突然这里的水就变得清澈了好多 好想下去玩 冰冰的 凉凉的 看这个干净的泉水 跟刚才那个黄色的 形成了天然的对比 一 二 三 非常好 这里应该是一个超大的操场公园 供大家锻炼身体的 我看很多人会围着这个地方跑步 然后这里就是操场了 很多小孩跟家长 会来这吃饭 吃东西 玩游戏 这个是马来人 看这蓝天白云的 要是我我也喜欢 前面还有踢足球的 对 太漂亮了吧 对绿色的草有莫名的好感 你看到绿色的草就觉得 心情舒尚 眼睛都没那么累了 天也好看 之前有很多人问我 我的视频是怎么拍 其实我也是瞎拍的 你只要天气好 你怎么拍的好看 天气如果不好了 拍啥都不行 小孩骑车子的 我之前来马来西亚来泰国 我还特别担心 会害怕遇到毒蛇 玩这么久了 一次毒蛇都没见到过 最近都不知道毒蛇长啥样 哇 浓郁的阳光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故乡 大海就是我故乡 没有鱼 正应了那句话 水之清则无鱼 人之剑 你们补充后边吧 羅斯 aha 1 2 3 4 5 2 5 5 6 7 7 7 8 这里有两个马来小孩 长得特别可爱 然后我跟她爸说 我说可以拍小孩吧 她说可以 然后跟她 还有她爸爸 还有小孩单独吹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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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泡泡 刚拍了几个视频 我觉得挺好看的啊 因为两个小孩长得特别白 你们先看一点点吧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啊 特别Q 超级Q 他俩长得好像那个龙凤胎 都是白白净净的 大眼睛 他们在制作小气球 然后让孩子再玩 超级可爱 超级多气球 刚才拍了很多小孩 在玩气球的视频 拜拜 他过来找我来了 拜拜 这个小男孩可调皮了 他爸爸都管不住他 拜拜再见 小心一点 一会儿走走没力气了 外鸟归来 一大片乌云 这有一大片白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金马轮的云朵 都走特别快 他要过来找我来了 拜拜 拜拜 我今天最大成就感就是 在这么好看的草坪这边 能把马来这个小孩拍出来 这个感觉 很舒服 我今天晚上回去看 能不能找一点新的配音吗 如果能找到的话 我就给他拍一些音乐 如果找不到 又是要用那种 难过悲伤的音乐了 没办法 没办法的来 我现在周围的云 我觉得 像一大团都在转 我现在已经被包围了 完整包围了 妖怪一会儿就把我抓走了 哇 真的动得好快啊 那堆小孩也走了 现在上车了 那时的我们拥有 没有污染过的清晨 滴滴答答的秒针 看我拍的 我拍的哟 这也是我拍的 他爸都超级喜欢 遇到我这个摄影师了 可爱死了 人家小孩 嗨 再见了 这照得我好帅啊 又瘦又白 追着钢 努力成为钢 发现钢 散发成钢 这儿有一个吃的叫 MB 怎么又是骂人的 尝尝一下这个卖炸鸡号的吗 挑一个我喜欢的套餐吧 找一个稍微赖就丢了 我要了一个这个 一杯可乐 一个番茄汁 这个是炸鸡块 薯条 一共花了 20块4 有一点我特别不开心 他今天没有辣椒 没有辣椒 我的快乐没了 MB 这薯条也挺好吃的 就是没有辣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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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乐好吃啊 我发现看这儿 可乐都有那种超大味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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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它是辣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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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可惜也是不辣 嗯 嗯 嗯 可以去当下牙粿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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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蘸的在上面有黄色一样 就吃起来好奇怪 辣椒酱吃的就比较舒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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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 刚才去吃那个东西 有对家庭 不过别特别吵 他爸爸说了他很多次 还是特别吵 我本来想再录几个好玩视频 我看 这么烫我实在录不下去了 主要是也没有辣椒 搞到就更不想干嘛了 整个大厅里边都是我们的 都是那个小孩声音 两个 哥别吵 幸亏这个什么 这个大人还比较懂事 他爸爸一直说你小小爷 小小爷 就是在别的地方遇到一个 那个叫什么 不懂事家长 有可能小孩再怎么闹他都没关系 还记着我今天白天走那条路吗 今天又过来了 他离我住的地方就一步之遥 但是人家那个看 就真的像有个大别墅 像不像大别墅 在马来西亚玩呢 别的不要不用担心 一定要注意摩托车 还有那种皮卡车 就是那种 4S那种这套车吧 S型的 SUV型的 哇他们开的超级快 一闪而过 你如果说在马路边上走 特别偏马路中间的话 很容易受伤的 有几次摩托车就从我身边 你还没反应过来 他已经走远了 有的内容就是声音超级大 超级大 听到鸟叫声的吗 证明我已经快到 我住的地方了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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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凌乱小厨 OK 今天就 先到这里吧 拜拜 拜拜 以后再不吃MB的 看这个炸东西 能吃饱就行 拜拜